对我而言我一定会去选择的题材 绝对会是日常的生活的片段 而不会是视觉上面的奇观 那我反而会想到 如果是我的话我来拍 我可能想要试着去 如何用一颗镜头去描写一个故事 比如说年夜饭 好多人围着一张园坐在吃饭 吃饭是最日常的一个片段 我可能镜头就慢慢带过去 里面有爷爷 爸爸妈妈 突然有一张空椅子 然后再倒过来又有一堆满满的人 对我而言那张空椅子就有非常多 可以去想象的空间 也就是说日常绝对不是只是把 日常的片段或生活记录下 而是在那个日常底下 我们怎么样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起点 那那个起点可以告诉 接下来你想要告诉观众的故事 而那样的起点竟然是可以在如此 寻常的片刻被你看到而发觉到 所以对于一个纪录片的题材的选择 当有一个命题或有一个题材跑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其实是在所有人这么观看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的看法 而这角度的看法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更往前走一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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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